其實我們知道的故事 我們會更加不開心的 其實之前 因為她的太太也是在MXL工作 她的太太之前在保林站 因為保護一個被示威者衝擊的女乘客 有時受傷 我估計她當時是去探望她的太太 那些示威者是 如剛才所說的 是蓄意的 幾個人圍著你 一個人用手機拍攝 其實他們不是一種發洩 他們是要有計劃 要將整個羞辱你的過程公開 而將這個傷害再放大 從而達到威嚇的效果 這會令到我們所有港鐵同事 看到心裏很不舒服 中國新聞網客户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